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请大家欣赏一株不是特别常见的兰花吧 这是Tricopelia Fragrance 飘香兰 它是2021年8月份 我从厄瓜多尔的兰源 Aquagenera网购的 现在已经超过两年了 两年三个月 这是第一次开花 眼下长得还可以 但是头一年差一点死掉 网购兰花在很大程度上 是需要一点运气的 有的时候运气不好的话 你的植物会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挣扎 不过眼下我的这一株长得还不错 飘香兰 它的原生地在中南美很多国家 分布还算是蛮广泛的 像古巴、多米尼加、海地、桂亚纳 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 以及巴西的北部 在很多潮湿的山地林区 海拔1200米到2400米的地方呢 有很多很广泛的分布 它属于小型兰花 而且呢 喜欢相对冷湿的环境 这一点呢 不是特别容易做到 它属于复生或者地生兰花 可以地生 那就是说呢 盆栽土呢 也可以用 网上的资料呢 认为它的花期呢 在夏秋季节 但是我的这一株呢 是在初冬开花 我往年呢 也见过别人的植物呢 也是在这个冬季的这个时候 差不多开花的 所以呢 可能和它在原生地的环境呢 还是有点区别的 通常它的花枝呢 从植物的底部长出来 有两到五朵花 我的第一次开花呢 只有两朵 但是呢 花朵本身呢 蛮大的 和它的植株相比 花朵很大 而且很好看 它的花瓣和花鳄呢 都很细长 边缘呢 是波浪纹 唇瓣非常大 相比而言呢 非常大 上窄下宽 是葫芦的形状 喉咙的地方呢 是蛋黄的颜色 而且呢 它非常香 就像它的名字 飘香蓝一样 香味怎么说呢 你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呢 闻起来非常好闻 但是太近的话呢 就有点太浓了 有点是感觉像是 水仙花的香味 它是一种相对浓郁的甜香 我觉得大多数人呢 还是会蛮喜欢这个香味的 飘香蓝喜欢的光照呢 是中到低光 比蝴蝶蓝稍微高 那么一点点呢 应该就是可以了 温度呢 它喜欢中温 偏冷 夏天呢 希望是白天呢 二十五六度的样子 傍晚呢 十五六度 就是说 昼夜温差呢 在十度上下 那冬天呢 也希望是十三度到二十四度之间 这样的一个温度吧 它的湿度呢 希望呢 在百分之八十左右 但是我这里呢 湿度在百分之四十左右呢 也可以生长 当然湿度更高一点呢 可能会长得更好 那夏天的时候呢 水肥充足 冬天呢 适当的减水 停肥 它本身呢 是喜欢相对湿一点 即便是在冬天呢 两次浇水之间呢 也最好呢 不要完全干掉 那偶尔忘掉浇水 一天两天 大概是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不要更久 这就是这一株 可爱的飘香兰 Trichopelia Fragrance 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